詞曲 李宗盛 今天又過去了 你不知道你做什麼了 聽著新歌 美麗的過程 明天又來到了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四滅逐格 必須戰鬥到最後 活著 每天你都想著 明天會怎樣快樂 但是被害了 唯有十四風戰撐著 深夜你還醒著 進入虛擬的歡樂 卻不知道等著的 是地獄來的使者 今天又過去了 你不知道你做什麼了 聽著新歌 美麗的過程 明天又來到了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四滅逐格 必須戰鬥到最後 活著 我們今天要實況的是 平地 上一次的平地地都 好像是這個吧 對 在上面請問是 這個是 一個是末日過後的 記 那個建築 一個是別人請我做內部整修的 目前我還沒有做 那我們先去平地好了 那我們先重新命名一下 因為尼亞斯的1.7.10沒有裝中文 再說一遍 沒有裝中文 所以我打英文 呃平地的意思 呃平地的英文 要怎麼打 呃 我就直接打Grace好了 草地的意思對吧 呵呵 希望我的英文沒有太爛 好 等一下喔 我突然覺得 BGM有點過大聲 喔 我們切個 16%好了 然後 這個音效到 65% 好 希望我的聲音不會過大 或是 那個 創世神不會過大 對 那我們上次呢 就是 喔對了 如果要 看這個 呃 平地生存的上一集的話 要去看一下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上古紀元的 EP1喔 呵呵 後面我斷線 所以才來 拍這個 啊我忘記切簡單了啦 抱歉 那我從裡面再 欸欸欸欸我回不去了 等一下 孤狼攻堅守穿黃金裝欸 欸喔 蜘蛛蜘蛛 欸咻 呵呵 好啦 那我們現在沒有 木頭 也沒有任何的 東西喔 我們就只能等 等早上 不 我要拿斧頭 autism 跟他們拼了 拿斧頭跟他們拼了 嘿嘿嘿嘿嘿 嘿嘿 欸 欸 那道一把弓欸 好欸 不要看Aderman 附近還有殭屍 都砍一些殭屍好了 我們不可能等到早上 因為時間太長了 那我們看一下喔 有什麼東西可以帶一次的 目前是沒有 麵包也吃完了 然後餡放在這裡面好了 應該是沒有東西了 好 那我們直接去地下礦坑去吧 因為那個 目前也沒有任何的武器 我們需要多一點的木頭 所以先挖木頭再說 好然後尼亞斯在這邊講一下一個 比較重要關於我頻道最近的事情 就是 那個 最近因為那個 可能是因為我片頭曲的關係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玩上古紀元的關係 訂閱我的觀眾 訂閱率成長速度有點快 就比平常還要快上三四倍的感覺 就 整個就是還蠻快的啦 對 然後呢 所以呢 我如果 有忽略到觀眾的留言 的話 跟大家說聲抱歉 那通常如果觀眾的留言是 比較不重要的 比如說尼亞斯你的實況很棒 謝謝你帶來的實況 之類的呢 那我可能會 就是忽略掉不會回喔 但是我還是很感謝你 來收看我的實況 以及就是 覺得我實況的不錯齁 那 為什麼會忽略掉呢 是因為我怕到時候就是 越來越多人來訂閱 然後我忽略到 不小心的忽略到你們的留言喔 對 那所以在這裡先跟你們說聲抱歉 那如果是關於劇情或是攻略重要的部分 我一定會回喔 那如果是我已經知道的 那我會跟你說聲謝謝喔 就是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 對 然後 如果對於我的影片有任何的問題 覺得我哪裡做得不好 覺得我哪裡做得不好 或是 欸 嚇我一跳 我以為是殭屍在旁邊 或是覺得就是 我的影片哪裡需要加強的 都歡迎跟我指教一下 跟我提一下 但是 嗯 我要在這裡講的是 你跟我指教的部分 我會跟你講 喔 為什麼我會那樣做 就是 我會有我要顧慮的原因 不能完全依照你所說的 喔 你說這樣子 那我就往這邊改進 因為第一 你 並 可能你並沒有去實況過 呃 去 並沒有去碰過實況這一塊喔 第二就是說 我有自己考慮的因素 就是希望我可以 盡量依照我本能的去走喔 比如說 呃 像我舉個例子啊 現在講到一點政治 跟大家說聲抱歉 像柯文哲 柯文哲 大家知道吧 就是參選台北市長 然後現在已經當選的那個人 呃 我本身不講我支持誰啦 就是 我只是覺得 他說 他想要 讓台灣 呃他想要 他是一個無黨級的人選 然後他想要 不要 然後 就是台灣都是 陷入政治鬥爭 就是 兩黨在那邊鬥爭 來鬥爭去的 就是 想要創造一個 無黨級無黨派的 一個台灣喔 那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非常的好 那 我要說的是 就是他 依照著他的 自己的那個 信念去走 那我也希望我要 創造一個 就是 我自己的信念 我自己的Style啊 就是 不可能是完全照著你所說的去走啊 那 那如果你提出的建議 我 我覺得 嗯 在適當範圍 我覺得 要兼顧我的Style的 之間 然後也可以做到你所提議的話 我會盡量去做喔 對 剛剛一直結巴 哈哈 呃 又有怪物 然後我的 那個 斧頭爆 欸 殭屍 等一下等一下 欸 這會不會太 太幸運了一點啊 這麼快就找到鑽石 而且 要堅持自己的style 自己的 模式 我們挖到還蠻多木頭 現在來多做一點木棍 然後做個 再做一隻斧頭 然後還有石劍 防身用的 不然一直被怪會攻擊 然後只能逃跑 也不是個好辦法 然後再鏟子 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 那個 鋤頭 鋤頭用木頭好了 因為石頭不是很多 然後我們再做個火把 做兩組 這個叫做 八根火把 對做八根火把 OK 然後 腐肉先帶著 因為目前身上有食物 順便吃一下 換一下 然後這個平地生存 我們不一定會說拍到第幾集 只是稍微有空無聊的時候 玩一下拍的 對 好 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沒有什麼東西 欸 早上耶 好棒喔 我們等一下去收集點那個 種子 這邊有西瓜種子 南瓜種子 那這個西瓜種子 因為它需要 周圍的 三四五六七八 八格都要是空的才能長出來 所以有點麻煩喔 這個我以後再種 那我們首先是需要 水源的部分 而且我們石頭也不夠 所以等一下要去挖石頭 所以目標是挖石頭 還有採集 種子 好 挖石頭等下要做熔爐喔 然後去燒鐵礦 然後燒鐵礦還要做鐵 呃鐵 鐵 鐵什麼 喔鐵桶 哈哈 很多東西都突然忘記名稱了 對 好那 我們現在是要挖石頭 欸 喂 喂 喔喔喔喔 我聽到骷髏攻擊 欸 兩隻欸 我們再插一點火把喔 然後啊 欸 我應該沒有拿到不該拿的東西吧 欸 我太幸運了吧 哈哈 傻人有傻福喔 紅石拿這一堆 到時候我們把自己家裡 改成那個 改造成那個叫什麼 就是整個是 自動化的電燈喔 怎麼樣自動化的呢 呃 如果就是 用那個太陽能版 呃 類似太陽能版吧 就是 只要有太陽的時候它就有電力的那個東西喔 我忘記它的名字 名稱叫什麼 然後去讓它每天晚上都可以 燈 我我去裝紅石燈 然後到時候每天晚上都會自己亮喔 那為什麼 欸 呵呵 挖通一個那個 那為什麼 裝太陽能的那個 就可以自己亮燈呢 原因是因為我在下面可以再裝一個 就是 紅石火把 讓它反向操作 就是 原本它是有太陽才會有能量 但我把它 做成 沒有太陽就會有能量 這是反向操作 我快死了 這邊好多怪喔 這是誰啊 插個火把 欸欸欸 真的快死了啦 好 應該沒 好暗喔 等一下我在這邊再插一個火把喔 好 我們先離開這裡 出口在這個方向 欸 喔看錯了 我以為是怪物 欸是這個方向嗎 喔對對對 好 我們再多挖點石頭啊 然後我們獲得六根箭矢 石頭我們挖滿一組好了 畢竟鐵高好用啊 然後大家喜歡這個BGM嗎 最近尼亞斯的BGM都是上YouTube找的喔 不是 蠻好用的 YouTube最近 痾應該說已經新增一段時間了 它有那個 完全無版權的音樂喔 還有音效 對 這樣就不用苦惱說 你辛苦錄完的影片 然後你的那個音樂或音效 是有版權的 然後YouTube又把你下架 然後你就要重新弄喔 或是重新實況喔 像 像尼亞斯的第一個實況 那個 陶離麥當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哈哈 可是現在的實況 呃 天差地緣吧 應該那時候實況的比較差吧 對啊 完全沒有吸引力 吸引力的感覺 那時候我用的BGM 原本是 呃 我忘記是什麼了 反正就是有版權 所以那個 那個陶離麥當當 我至少實況了 NG了至少有 五次左右 哈哈 所以大家看我第一集實況 可能會覺得 欸 怎麼 有的地方的東西 我會發現那麼快喔 是因為 已經玩過至少四遍以上 哈哈 對啊 好 我們現在有石頭 我們現在來做熔爐喔 熔爐的做法是這樣 圍一圈喔 然後我差點把這個史萊姆球 拿來當那個 抓魚用的 哈哈 玩上古紀元 玩到快 快瘋掉了 骨頭 目前有很多 啊 鐵礦燒一燒 鐵礦燒一燒 我們拿個十個煤炭就好 然後裡面留十二個煤炭 讓它可以燒東西喔 石頭的部分 呃 看一下喔 現在還可以幹嘛 還要種那個 可是 史萊姆太多了啦 我決定到時候我要在家裡附近建一個圍牆喔 這樣比較 這樣比較 比較好防史萊姆 的入侵喔 太多了啦 平地生存的唯一難度就是太多史萊姆 哈哈 欸人海戰術會 可是會把人搞死了 好累喔 我們拿史萊姆球扁它喔 好多球喔 天啊 我們現在沒有水 最缺的是水喔 然後史萊姆球太多了 已經湊滿一組多了 然後紅石也是 我們現在最缺的就是食物 雖然有很多的 苦肉 哈哈 我缺水缺水缺非常的嚴重喔 所以 呃我想一下 如果下次 有空的話 我乾脆來裝個 那個小地圖好了 為什麼要裝小地圖呢 因為 我要找到村莊阿 可是我又怕 那個 我離我的家太遠 好我們就直接朝這個方向走 如果有找到村莊的話 固然是好的 到時候我們直接搬家去那邊 如果沒有找到村莊 我們等一下再往 兩方向走喔 或是看一下有沒有水源阿 呃那個 空中的 廢氣礦坑 等以後再去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啦 對 那我們就 一直往這個直線方向走 看一下周圍有沒有任何的 村莊喔 那個方向 欸 這附近很多的南瓜喔 貓斯 南瓜不會缺啦 但 欸我忘記怎麼做南瓜派了 是要 呃 蛋是嗎 雞蛋 我先看一下錄了幾分鐘好了 哈哈 14分鐘 好 我們再走個 我看一下喔 走到 一千 欸不對 走到一千三好了 X走到 負一千三 欸前方又有一個 廢氣礦坑空中的 嗯 哇 肚子餓了咧 哇 那個飛機礦坑也太帥了 我們 距離 調遠一點好了 10 chunk 看能不能看遠一點 欸一千一千二了 應該是沒有了對吧 看起來周圍是都沒有了喔 沒有任何的房子建築 只有 天空的廢氣礦坑喔 好 那我們 我們 往反方向走是 這個方向 好 先吃個腐肉 水資源真的很缺乏喔 那我們等一下先把這 啊 順便收集一下種子喔 種子才兩個 種子兩個是要種什麼啦 多採一點 欸 剛剛是檔檢 欸我搞 搞不清楚啊 這個方向 剛剛lag一下我就突然搞不清楚方向 然後啊 尼亞斯未來 就是 如果開新系列的話 我會考慮就是 每開一個新系列 就換一個 新的片頭曲 那片尾曲 暫時 不更換 對 嗯 但是這個平地 系列的片頭曲 我暫時還是先用原來的喔 為什麼勒 因為 最近比較沒時間 然後再來是 我想暫時先用這個片頭曲 用到一千訂閱喔 就是 等到 人數多了 那 支持者也多了 那 我不能 喔我不能讓大家 失望喔 所以要更進步 所以就是 新的片頭曲會再 延續的推出 陸續的推出喔 這樣就不會導致說 呃 五十幾部影片或是一百多部影片都是這個片頭曲喔 那這個片頭曲目前用的階段 呃 用了的影片大概有六七部左右啊 對 那幾乎全部都是用在上古紀元的伺服器上面 那當初也是因為 就是要玩上古紀元這個伺服器 所以才 寫了這首 字 呃那個 片頭曲 對 那我們屋子還是照樣先蓋這麼小就好 然後出去這麼久沒有看到任何的 嗯 就是 沒有獲得任何的水喔 我們就先 很乾的種一下 我們的 小麥 由於太乾了所以 怕它會蹦起來 應該是不會啦 希望史萊姆不要踩我的那個 阿 我用 我用那個柵欄它應該 不會踩到吧 多砍一點柵欄 所以這些廢棄礦坑大部分的東西都還蠻好用的其實 那現在就只差水了 地下會有水嗎 平地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對不對 應該只有 村莊會有 所以我們的 平地生存的難度就在於要如何獲得的水源喔 食物部分就是一個大難體 水源部分也更是一個大難體 然後我看到旁邊有一隻史萊姆想偷襲我啊 再多挖一點好了 好20個了 然後 欸 看起來又要 又要晚上 討厭 先把這個圍一圈好了 我們把這個圍一圈好了 我們把這個圍一圈好了 哇 柵欄不夠 好吧 再 再挖一些好了 哈哈哈哈 原本預計這些夠的說 我們把這個廢棄礦坑都 挖得差不多了吧 欸沒有很大欸 這估計還 呃 那個圍欄的部分 估計還要再 十個吧 十個左右 我再挖十個左右 然後再去裝喔 避免晚上 史萊姆接近我家的時候 會把我的農田全部採壞喔 這樣我的食物收成會更慢一點喔 然後尼亞斯最近啊 呃 原本白龍叫我做那個 末日 啊 啊啊 叫我做末日過後的那個 啊 他叫我做末日過後的錢賺喔 那 我原本是答應他了 對 但是後來因為電腦出了問題重灌了 所以那個檔案全部消失不見 所以呢 呃 哈哈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呃 目前 重做的進度會慢一點喔 然後我打算現在這個時間推出新的 地圖 那這次的地圖應該也會是殭屍的地圖 那我新增的元素是什麼咧 就叫做沙盒中的沙盒遊戲 沙盒中的沙盒地圖 什麼意思咧 就是我打算新增一種東西叫做 你可以自由建造你的家 當然自由建造你的家 這個一定要限制一些方塊或是工具喔 所以 這個可能就是還需要研究一下指令部分呢 然後 我們現在先等一下血回復 然後再做個火把好了 火把真的是 缺蠻大的 然後殭屍就在我門口 哈哈哈哈 食物的部分真的非常的少 我要怎麼做出水啊 嘖 水的部分真的很難以獲得 我們先衝出去往右邊走好 食物拿來左 呃第一格喔 我們先直線走 當然這個路上可能會被殺死 如果殺死的話 這一 這一系列的平地 生存實況就到此結束啦 哈哈 哈哈哈哈 對啊因為 死了的話 東西噴掉就 GG啦 哈哈 對啊 我們盡量避免怪物 也不要跟怪物戰鬥 因為在同一個地方 停留太久 很容易會死掉 很容易被圍毆喔 更別提周圍有 苦力怕跟蜘蛛還有弓箭手 對 當然玩殭屍的地圖也是照這個慣例喔 或是殭屍的恐怖片或是 啪啪啪啪 什麼遊戲之類的阿 當然也是 就是盡量 遠離殭屍盡量少做無謂的掙扎 因為他們是以量取勝的喔 那我去做那個末日過後的地圖也是依照這個標準去做的 就是 如果你是要蒐集地 蒐集 蒐集 蒐集地圖 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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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忘記房間 你當然是 要優先避開殭屍 不要跟殭屍做無謂的戰鬥喔 那當你 如果要靠殺殭屍賺錢 殭屍賺錢的話 那當然是 盡量越多殭屍越好 可是 在這之前你要確保你的 生命安全喔 好像 真的沒有欸 好吧 往回走 苦力怕真的很多 難不成我們一輩子都要靠吃腐肉過日子嗎 那邊有一個拿著附魔的 骷髏弓箭手 而且這附近 蜘蛛異常的多阿 我們要 避遠一點 而且要避開骷髏弓箭手的襲擊喔 不然他們的 命中率真的是 百分之九十九 呵呵 或是百分之九十五啦 喔 爆炸 砰 哈哈 沒有炸到他們 再一個 再一個 蹦 嘿嘿 嘿嘿 苦力怕真的是一個好的TNT C4炸藥欸 來吧 喔 欸 找到我了啦 不過他瞬間幫我解決了一些怪喔 哇 前面是怎樣 骷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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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的棋棋地嗎 看到我怎樣 這個水源真的是很難獲得欸 真的是找不到附近有任 有沒有任何的村莊喔 唉 哇 前方太多怪了 吃一下食物 不知道地牢會不會有 裝著水的水桶喔 我們等一下下去看一下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啊 多收集點線好了 這樣才可以晚上睡覺 度過晚上 所以我們現在要殺多一點的蜘蛛喔 欸欸欸欸欸欸 我以為再砍一刀他就會死了 算了這個先 這個到時候我要用的水池好了 真是天助我耶 哈哈 箭要爆啦 箭要爆啦 呃 看一下喔 呃 再做一把劍 放在這裡好了 反正公墓前沒有要用 然後食物再吃一下 吃殭屍的肉 會變殭屍喔 哈哈 蜘蛛咧 蜘蛛怎麼都感覺那麼遠啊 欸 啊 我爆了爆了爆了 OKOK 還是 呃 礦 地下礦坑 廢氣礦坑裡面比較多蜘蛛啊 啊那邊有 那邊有兩隻 烙丹的蜘蛛 多打殭屍會有食物喔 呵呵 線的話我記得要收集 3 4 12 要收集12個 因為每4個要做成一個白色羊毛喔 然後要收集3組 3組4個的部分喔 這樣才會就是 可以做出一張床 因為木頭的部分我目前夠了 看一下錄多久了 25分鐘了 呵呵 再錄一下吧 呃 蜘蛛你在哪 我記得這附近有很多蜘蛛啊 好像前方吧 欸都沒了嗎 還是在這裡 沒有啊欸 這個是 地牢的那個吧 對不對 欸有箱子有箱子 哇 沒有那個 礦車我先放著好了 目前沒有用 這種蜘蛛會不會掉那個啊 會掉死 啊這邊 就可以拿那個蜘蛛絲啊 而且那邊有鑽石欸 這會不會太好啊 我這一集挖到幾個鑽石啦 等一下我先把他封起來 真的是 好運過頭啊 希望我 希望我 有緣去買那個彩券的時候也可以中頭獎 呵呵呵 對啊 真希望可以這樣 對啊這 挖到四個 欸 豬豬你怎麼會在這種地方啊 呵呵 這種地方很危險的 這邊先稍微看一下就好 挖點鐵礦跟煤炭喔 然後我們就回陸地上 蜘蛛絲應該夠啦 蟹啦 蟹應該夠 欸 欸 真的真的 觀眾 粉絲 不是我在作弊喔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這是我今天第 十一顆鑽石 第十二顆鑽石 欸 欸 第十三顆鑽石 呵呵呵 真的不是我作弊喔 我真的沒有 做任何的弊吧 大家看 我完全沒有用任何的 那個 作弊模組 然後 而且 這個就算要事前彩排 然後 去找 也不可能啊 欸 這個地 地點要記憶的地方太多了 我也記不住啊 真的是太幸運了啦 好我們回去吧 應該是走這個方向 然後我聽到有骷髏弓箭手的聲音喔 對啊 真的太幸運了啦 呵呵 我們 出口在 在 這裡對吧 走囉 往上走 珠珠 你好 呵呵 欸 早上了欸 不知道我們的 嘖 我們的那個 種子好像長得有點慢 等一下去用骨粉好了 我們先回家 不然附近的怪物快圍過來 好我們燒一下鐵錠 十三顆鑽石了啦 呵呵 太誇張了 呵呵 然後線的部分 我們要十二個對吧 印象中好像沒錯 好來做一張床了 欸不對喔 我們還要再 四個吧 欸不對 我們只要再 各一個就好了 呵呵 算數有問題了 呵呵 好 我們的第一張床出來囉 可惜現在不是晚上 我們先放著就好 然後紅石也放著 史萊姆球也沒有用 煤炭 身上留個十個就夠了 目前為止 然後木頭留個二十個好了 以防萬一 其他就沒有了 然後水桶先放著 感覺沒有用 然後附近的史萊姆 好像又圍上來了 有點討厭 呵呵 十五 啊 忘記拿那個 骨頭了 我們把骨頭全部 拿來做骨粉 然後用快速的 發芽的方式 這樣就算我們沒有水 也可以 很幸運的把它長出來 好 這樣我們就有 四個 嘿嘿嘿 呵呵 用這樣的柵欄其實 還是有好處的 它可以稍微擋一下 這樣呢 我們就有四個 小麥啊 然後鐵錠也有一些啦 對 嗯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實況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個喜歡 或是 呃 嘿嘿嘿 嘿嘿嘿 怎麼打開門了 好啦 在這裡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閉嘴啦 呵呵呵呵 好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那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到赤聯軍團的粉絲頁 按個讚 或是看一下其他團員的有趣實況喔 感覺這一次也念的蠻快的嘛 呵呵呵 好啦 嗯 總之就是最近 很謝謝各位 觀看我的 觀看我實況的觀眾 謝謝各位一路陪我走來喔 走來這個 快要七百訂閱了 呵呵 六百五十幾訂閱了吧 我剛剛看的時候啦 對 那 我估計應該是 下禮拜二 或下禮拜三之前就會七百訂閱 喔 才剛五百訂閱沒多久 回饋沒多久 然後六百訂閱回饋 是現在的那個 片尾區 然後現在要接近七百訂閱 我先說好 七百訂閱跟八百訂閱 還有九百訂閱 我都不會有回饋喔 要就直接給我 直接衝到一千啦 呵呵呵 好啦 呵呵 好啦 那威脅人喔 好啦 就是只要衝到一千的話 我就 片頭曲 換新的 而且 嗯 那個類型的話 我會 再決定 如果是玩 打殺怪 殺怪或是 動作類的遊戲 我會用熱血的BGM 熱血的片頭劇 熱血的片頭劇 那如果是玩 生存類型 比較平淡 種植作物 或是 呃 那種解謎啊 我就會用 抒情一點的 BGM 這完全是 就是我個人的 就是堅持 個人的 Style啦 哈哈 對啦 所以你前面只要一聽到就是 那種很熱血的BGM 就代表中間會有戰鬥過程 很熱血 好啦 我們下次的實況再見囉 我是尼亞斯 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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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成為一個有任期的事況主 讓人不會嫌棄 錄影時候千萬不要規則不說 因為觀眾可能不懂你做什麼 經營所有不可發出聲音快做 內心只有拍個好的影片成功 錄影時候千萬不要規則不說 因為觀眾可能不懂你做什麼 經營所有不可發出聲音快做 內心只有拍個好的影片成功 我想要成為一個有特色的事況主 讓人開心